如果有人养,谁的脾气会不好呢? 第一任老公拨虾,第二任老公负责护理。 大S家的老公可真是一个一个都把小S给羡慕坏了。 虽然汪小飞大S已经离婚了, 但是姐姐的数段婚姻美满, 还是与自己名存实亡的家庭生活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。 网友更是直戳心窝子的评价小S, 在自己的婚姻中忍气吞声, 在姐姐大S的婚姻里上蹿下跳。 无论是前姐夫汪小飞也好, 还是先任姐夫居居业也罢, 小S的魔爪可一个都没拉下。 在小S自己的综艺节目《西地有聊》中, 姐姐大S跟前姐夫汪小飞几乎算是常客。 即便是本人没在, 汪小飞大S婚姻中的那一条事儿, 也会被小S放大在节目中做话题。 即便是先任大S已经在婚, 大S本人都逼口不谈前夫汪小飞的事儿, 小S也仍然大大方方地蹭姐姐姐夫的热度, 让人怀疑她是姐姐大S的情感发言人。 这波, 小S就在采访中劝姐姐给姐夫买一套护腰, 因为大S以前还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双腿走路去卫生间。 但是现在有了姐夫之后, 但凡是想要去哪里, 大S都会叫欧巴过来, 让欧巴歪腰, 公主抱她去各种地方, 真的是秀瞎眼呐。 前有汪小飞好吃好喝的供着, 后有居君业把食把尿伺候着, 大S的生活有谁羡慕了我不说。 但是终于有人出来治理小S了, 弯弯的美女主持人马拉提后丽金, 在采访中宣布即将回归电视圈开启新节目。 作为主持人, 丽金也晓得圈儿中的话题流量热度, 所以首当其冲的决定, 就是要邀请光头居君业来上节目。 但是丽金也知道, 这个决定一定会被小S阻挡, 因为小S自己都还没有把姐夫请到节目中。 对此, 小S也在采访中毫不客气的霸气回应了, 当然要阻挡啊, 姐夫如果要上节目, 怎么可能会欣赏她的, 当然是欣赏我的。 言语间火药味好浓啊, 怕是居君业本人也没有想到, 自己会成为弯弯两大主持所争夺的东西吧。 当然, 现场也有记者打破砂锅问到底, 询问居君业到底有没有决定要上小S的节目。 小S也不遮掩, 直接就表达节目嘉宾名单已经在讨论了, 私下也有问过姐夫的口风, 姐夫的反应是当然可以。 随即, 小S还不忘秀了一把恩爱, 表示自己无论对姐夫有什么要求, 姐夫都会说OK。 咱就是说, 小S跟姐夫关系这么好, 大S真的不会吃醋吗? 但是, 姐夫能够答应的要求, 姐姐大S还是不同意。 小S曾想要姐夫居君业剃掉胡子, 遭到大S怒顿, 官女批事。 小S欣喜也是察觉到自己管得太多了, 竟然还自己主动地问记者小姐姐, 你觉得我会被大S骂吗? 毫无疑问地, 收到了记者小姐姐的肯定答复, 我觉得你会耶。 记者小姐姐绝对是万千网友的嘴涕了。 你不会找这个云合。 你不会放着这个云合。